是双背退还是什么 这边他一般都是这样子 你们可以问一下 对吧商量一下该多少 如果说别人这边村里面也说了 他是要退双背或者退啥 你拿他没办法 那你也只能只能退 是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咱不是说我们一口 我说啥就是啥 别人法律说啥说啥 别拿他说那个不是说别人管不了 那为什么有些民族他还有一些特权呢 所以说你咱们不要光看事情 你要先把事情了解清楚的再做再说 对吧 我相信你懂的人他们大家都能懂 不是我在这说 你们不要觉得我在啰嗦 那我肯定把事情了解清楚啊 所以说的都要翻翻两倍的都是双倍的 所以说我不会相信他有多少那个我肯定是要问当面问是多少就多少 我给我先给他说清楚 怎么怎么说 啊 行不行 你就给我一天时间 那我先答应 那我先答应你 明天呢你必须给我答复 行 你要给不了我 以后你不要再来我们家也不要再管他 行 可以 这可以吧 嗯 那今天你就不要再来 那你现在还我 我已经做出账簿了啊 嗯 我希望你能明天收到账了 行行 这人家是一天搞些事情 记得给我气息 那我这样这样 我给新月说一下 如果真是那个的话 对吧 我知道我知道 新月 那我他我跟他说好了 他今天也不会让你去那个啥 然后呢我 我先去那个想想办法找找那个问一下 他说的是收了20万 那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吧 所以说我等一下我去村里面了解情况 如果说真收了那么多 对吧 对吧 然后我们就是在想办法嘛 在想办法 好吧 反正我觉得 我反正有多大能力 我能帮助你多少 我就帮助你多少 啊 我我跟他我跟他已经说好了的 啊 好的 我就我就先回去了 咱尽快解决吧 不然到时候他是一直搞着 像啥事啊 对吧 我就先回去了啊 那后哥你妈妈你慢点走啊 嗯 没事你回去吧 回去 拜拜 不安全啊 不安全啊 嗯嗯 我我我我我得去那个 去找找找找人问一下 我得去找人问一下 啊 得找人问一下 那如果说关键就是现在联系不到他父母 我能懂吗 家人们 啊能联系的话这事情都好解决 关键就是联系不到他父母 一点一点都不说这边人啊 这边的人我跟你讲啊 非常的势利啊 我我 你们不懂你们没有在当地来你们不知道 啊 他有一些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 有一些家庭他就是这样子的啊 能懂吗 家人们 他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有些家里面人就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说啥那个嘛 所以说啥那个嘛 我现在搞都搞得我都疼得如果说真真这么多 我就想啥办法去去退我只想说 这这一家有人 我问一下看 他不是说很多地方不是说你说讲啥他就能讲啥的 哎我我我有些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知道吧 家人们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 就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知道吧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 我想一下就想怎么想办法就如果说万一真就是那样 他不是受不受保护你们你们你们能懂吗 家人们 不是说受不受保护 因为第一你们是都是当地的 如果说你不退他后面有的是办法弄你 那个东西跟你谁保护谁保护没得没有用用 明白吗 家人们你们还不了解这个吗 你不了解我说的这个道理吗 不是说我怕或者是啥 你们要想着这个女孩子他要一辈子在这里生活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事情 你们能理解吗 我相信有些人能理解我说的 有一些他理解不了 他说收了20万 那谁知道了 那你你谁能确定呢 那他的他万一私事大开口 所以说我肯定得去了解一下 那到底是收了多少 对吧 那咱咱们就有想办法想想想一些办法去那个退 没他不是说5万 他意思他是他父母 10年前找他拿了5万就一直没给 他如果说要还他父母的钱 到现在就是还10万 他是这个意思 我是去找村长问了 那我得想办法村长在哪个地方 我得知道啊 大哥 对吧 我真的 直不见有一些人说话确实有点打了口 有点 来啰嗦 啰嗦你来 所以说呀 有一些人做事情呢 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们再再这么说一下啊 做任何事情咱不要着急 能懂吗 做任何事情咱不要着急 对对应该叫行乐一起去 是不是 我说这句话有的没毛病吧 做任何事情不要着急 你把从头到尾事情的原委先了解清楚 你再去解决 懂吗 而不是说你说马上去解决就马上解决 你很聪明吗 你很牛吗 你不把事情了解清楚 你去你你去解决啥 我问你 说我啰嗦的 是不是直播间的家人们 是不是这个这个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不是说其他的 啊 就有点 色彩的那种 跑跑得掉吗 跑得掉吗 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 是吧 是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 那如果说真收了什么呢 我也我也 现在就担心这个问题 真收了二十万 你说这个二十万 他如果要双倍这二十万咋去退 他妈呀 多少岁那男的 多少岁他说的是 二十二十二十九岁 是二十九岁那多少岁他跟我说那男的 啊 我现在商量的是啥呢 如果说真是二十万 这二十万的话咋去退 就是说 他小一退了二十万 还要还要二十万 你就要找村长没用了 我跟你 我就这么说 我知道找村长 我找村长是了解这个 对协商嘛 协商 好 行行行 你把车 你把你车卖了帮他退呗 对啊二十万双倍就是四十万 高啊 这边高的很啊 你们不懂啊 这边高的很啊 这边高的你吓人了 家人们 啊 我手机没电了 刚刚 啊 这边高的很啊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我都说了 真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也不是我啰嗦的 你走那个东西是不管用的呀 别人这里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 一直是这样子 懂吗 家人们 那如果说真的 他只有真的卖车了 像你们说只有卖车就退了 这样 等下我联系了村长然后等一下看开直播 开直播讲啊 这样家人们这样 卖车肯定是够了 但是有点舍不得 然后底下没点预约的 咱们把那个直播预约点一下 这下直播预约就家人们点预约 我先去找村长问一下了解清楚 我先找村长了解清楚 然后底下有个直播预约 咱们没点的点一下啊 不能到时候我开直播 你们又收不到消息 所以底下有个直播预约 没点的点一点 我等一下我下午找村长商量一下 然后我等下看开直播啊 看等一下开直播 没点直播预约的 对没点的点一下 没点的点一下 是他们当地的 是他们当地的问了的啊 不写版书都是一张众 嗯好 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我等一下等下下午我先去联系一下 先联系一下找一下村长啊 先联系一下我先联系一下人 然后找一下村长 然后咱们把这个事情问一下 商量一下 啊 好吧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 只能把这个陪伴我 这么多年的 村儿卖了啊 啊万一不好 这个就是今天第一次 最后一最后一天见他了 啊就最后一天见他了 知道吧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我我去 我去了 我先我先找村长了 先了解一下 啊我关了家伙们 我关了我关了啊 没点关注点一下关注啊 谢谢 啊先不吃饭了 在那个啊 先不说了 嗯下午等 等下再说啊 等下再说 我先把事情了解了再说啊 拜拜 拜拜 嗯拜拜 拜拜 我先下了 我先下了啊 我先下了 我先去了解清楚 因为我要用手机 啊 我要用手机打电话这些啊 拜拜 嗯嗯嗯 好了好了 我先下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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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